全体化合作基金的专家 共同研究了一些全体化理论的课题 来应对全体化的挑战 我们提出一些基本的报告 这个呢还没在公开 我们准备跟他们新的班子对话 我觉得一开始的对话特别重要 我们准备安排在美国的一个人 我之前要到下个一区 他们还在安排 最上 2009年从危机中 已经转入到经济时期 而现在呢 又转入到一种社会的危机 我们现在阻止它 阻止它尽量让它拖延到社会 这个层面 我看到奥巴马在写的《无畏的希望》里 他也写到全体化的现象出现了 包括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他也希望能够面对这些抗战 他也希望能够面对这些抗战 然后还出了一些钱 他们希望能解决中国的皮膚差距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在印尼做了一年时间的调查 这个皮膚差距的现象太高了 中国想作成乡一体化 把这套原来四级体系很快变成一个区域体化 等于也是全国并养一体化 来解决农村的社会要温度的价值怎么发挥 而且也解决社会温度 对外呢 中国也希望进行多边主的对话 不光是单边主的对话 要调整到多边主的对话 那么最近我们也在准备一个Global 去年 从去年我们二月份就在准备这场 全球非政府组织的Global对话 当时我们还请到了张宇宏提出的理解 也希望放在上面 但是当时呢 各国家的GD都没在这事 跟谁说谁都不同意 说现在已经不到这个危机 我记得二月份到七月份 我们也不把议题搞完了给哈佛卡 我们就觉得你们全看到这场危机要爆发了 都不相信 我们预测的不像 我们预测的比 美国的学员也预测的非常具体 提出很多具体的方法 这因为在七月份 我们就送往维德鲁说 我们希望采取措施 但是现在我们也不及了 已经爆发了 关键是下一个对策和方案 所以奥巴马的班子里 产生了一个变革理论 但是我们很希望具体的 因为变革首先选择 你想选择什么样的变革理论 你不要选择什么样的机局 不要非常清楚 不要老模糊 因为中国方面的理论非常清楚 它的思想逻辑造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希望尽快的 美国拉出一个实际的分析 这样我们进行全球化的对话 和机制进入针对系统 因时间关系 我们的权劣 教育对策 因为尽快建立 全球化的对话机制 和它的全球化的合作平台 和组织全球的专家 用针对性的进行 研究系统性的 向全球客户通报 通过互联网 人类走到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几千年 后来又到了工业时代 民主时代 现在到了一个细细化时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洋文化时代 一方面 政治一体化的停止退潮 另一方面 不均衡的经济体化 这两个都在我们国家行为中定存 一个历史时序正在结束 这就迫使我们设想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概念 我也阅读了无国界的管理 那么我不同意它有些观点 那天天写了一个这种 写了它关于无国界的管理 我们不同意 因为全球化是一级管理 国家是一级管理 区域的话是一级管理 区域的话是一级管理 三级构 而且这一项全球化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国家管理应该做的是什么 区域应该做什么 三个这里不要放阶级的概念 应该是一个合作的概念 是一个信息对称的概念 应该有些吸引一些概念 最后我要谈谈 关于新世代的主旋律 世界文化端端端端 2005年是个世界重要的历史时刻 南岳国宣布世界领导人 都签署了文化多样性公约 以及保护非洲的遗产 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等 这个宣布 带来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公约 已经全通过了并生效 东岳所有的内容表达了 在这个时代的